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某些国家 特别是西方国家打疫苗的程度已经比较理想 变成有多余的疫苗或者充足的疫苗可以供应一些比如好像亚洲或者非洲国家 我们看到其实亚洲国家的疫苗的接种率也是在追紧 所以你要看回所有亚洲国家第一波的反弹就是以一个工业生产为主 特别是中国方面 第二波的反弹就会纯粹是消费模式 就是当人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 矿心就会上升 真是的 很复兴买东西 是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第二波就随着疫情接种去提升的时候就会出现了 我们其实在西方国家已经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觉得在下半年来说当然在某些国家仍然会落后 所以你要选择方面就要小心 选择方面你会先选择是什么地区 因为我们经常说债券 为什么无端端又说经济呢 但是其实息息相关 是 如果经济好的 企业营利向上的话 大家就会看下那些地方 其实买相关的债券方面会不会那个兴趣会更加大 如果Alpha上有很多投资者会不会问你 我今年你说要选择 亚洲区你会先选择什么地方 OK 那刚才我也有提过 就是说我们接力经济反弹就会有一些所谓消费类的 而工业生产的那些其实第一波已经有利益 当然也会继续维持 所以我们现在看着所谓特别是资源类的某些资源类 特别是说是没有那么environmental friendly ESG比较好的资源类就会首先会有利益 另外当然就是消费类的 消费类举一个例子 你刚才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个例子譬如好像在说航空业 如果你有些航空公司是多所谓国内或者domestic的 那就会比依赖国际航线的公司会反达得快一点 所以你选择的时候就要懂得选择了 如果消费类的可能你就要将有些以前 譬如是网上做一个平台活跃的这些企业 因为疫情现在舒缓了就应该退出来 就买一些能够实际有直接interaction的 或者是有面对面的那些模式 所以譬如好像有一些收租的企业 或者是多商场的企业 那你就要考虑了 那这个思维好像股票 对吧 就是要向前看的 对了就是增长股还是价值股 就是买一些价值型的公司的企业债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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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